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SKY 那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是 后面这些东西的购物分享 那这些东西呢 主要是我从1月份到4月份 陆续买的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已经上手体验过了 有一些还没有 那其中包括了我新购买的三个镜头 手机稳定器 一台新的相机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就继续买的 那这次的购物分享 我就不会加入一些 我已经做过购买体验的相机 比如说像X-H1 然后之前也有跟大家简要提过的 Leica Q 我就不放进去说了 这次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些 我之前没有跟大家讲过的 那先从相机的镜头开始说起吧 我买了三个镜头 这三个镜头里面 包括了两个富士的镜头 和一个佳能的镜头 先说两个富士的镜头吧 我买的镜头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富士的16毫米F1.4 还有一个是23毫米F1.4 它们分别是等效于24毫米和等效于35毫米 如果你还不清楚我在说什么什么毫米是什么意思的话 欢迎去我的微博里面看两篇文章 一个是胶段的解释 还有一个是运用女生最清楚的美妆来比喻 告诉你什么是定胶 广角 长胶和变胶 这些知识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说一下这两个镜头吧 这个23毫米是我这一次去纽约主要使用的镜头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万能的镜头 因为它是一个万金油胶段嘛 等效35毫米其实是非常适合拍摄一切的题材 比如说等效35毫米你可以用来扫接 等效35毫米也可以用来拍摄室内人像 也可以用来拍摄一些食物或者是宠物之类的 生活中的任何题材吧 你都可以使用这个胶段来完成 我在选择23毫米这个胶段的时候 有纠结过是要买23毫米F2 还是23毫米F1.4 但是在看了一些对比评测以后 我觉得说23毫米F2 其实没有像它的大哥35毫米F2那么好 相比较起来的话 好像还是F1.4这个镜头更好 所以我就购买了F1.4这一个头 后来呢在使用过程中 我也觉得说有点缺陷就是35毫米这个胶段 如果你用来拍摄全身人像的话 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的被压矮的感觉的 所以呢在纽约的时候 大部分用这个镜头拍的是一些细节和一些半身人像 全身人像的时候就觉得说有点 有点灼急吧 因为5D4加24毫米F1.4的那个 试码头是没有办法怎么去录视频的 它非常非常的就不带防抖 你手持肯定是会抖的呀 回来了以后就买了一个这个 16毫米F1.4 这个镜头我是昨天才收到的 所以我还没有就是正经的去使用过它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应该是用它来拍摄一些人像之类的吧 然后现在这两个镜头呢 接在我的这两台机子上面 一个是X-Pro2 上面是接的是23毫米F1.4 然后这个是X-H1 接的是16毫米F1.4 它们两个来说的话16毫米这个会更大一些 23毫米会相对比较小巧一点 相对啦相对小巧一点 还是没有35毫米F2的那么小巧 很多人会问我说怎么样去挑选复射镜头 一直希望我出一个专题讲讲复射镜头 我其实一直不知道如何讲起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吧 我选择镜头更多时候是看中它的焦段 因为我觉得说镜头的选择更多时候 其实是在于你的焦段的选择 如果说你已经决定说你要购买的是定焦镜的话 那更多时候就是看 这个焦段符不符合你要拍摄的题材 就我自己来说24毫米和28毫米 还有21毫米 我会更偏向于使用来拍摄人像 为什么呢 21毫米其实相对已经有一点点拉变形了 它的大长腿已经不是属于正常人的大长腿 就是不是属于我们肉眼可见大长腿 但是24毫米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写实 24毫米在这 24毫米其实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焦段吧 我觉得它如果用来拍摄全身人像的话 是能够真实的还原你的人的比例 然后你的人的身高之类的 也非常适合室内的拍摄 那除了这两个头 我给5D4也配了一个镜头 就是这个24毫米F1.4的 试码的ART镜头 这个镜头就是现在正在录制视频的 这一只镜头了 它总的来说非常的大 毕竟是试码嘛 我也是用它来拍摄人像会更多一点 因为它一个是有非常漂亮的虚化的大光圈 而且它相对比较锐 因为佳能的机子本身不是那么的锐 佳能的镜头也没有那么锐 但是你接上试码的镜头就 嗯 稍微可以啦 就是不会那么的肉了 但是它的弱点就是 它没有带任何的防痘 加上佳能的单反本身也没有任何的防痘 所以不是特别的适合拍摄视频来使用 可是如果你是用来拍摄照片的 比如说拍摄一些人像的接拍 然后拍摄一些人像的全身的接拍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焦段 我知道这个时候肯定很多直男要说 你拿24毫米拍人像 你是不是脑子有坑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经过我和很多很多女生的一些探讨 还有我自己的观察 我个人是觉得说35毫米以上 再去拍摄全身人像 真的是会把人的比例给缩短 而且50毫米以上拍人像的话 你的人的脸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 除非你真的是那种非常非常漂亮的模特脸 所以其实虽然说85毫米很多时候 大家会说是一个人像的黄金焦段 但是在我自己的实践当中 我会觉得说50毫米以上 我就不会拿它来拍摄人像了 真的是你拿它来拍摄人像 嗯你就等着 肯定这很多直男就要说 啊你们本来就很胖啊 干嘛要自欺欺人呢 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没有女朋友的原因 首先你不会说话 第二你真的看不出来 女生的脸到底长什么样 那除了这三个镜头以外呢 我还购入了一台新的相机 就是大家经常一直在问我的这一台 搭搭 佳能的200D 为什么会买这一台呢 是因为真的太多太多太多人问我了 我每天看私信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人是在问200D的 都在问我说200D和M6之间要怎么去选择 我之前一直是觉得说我已经有M6了嘛 然后就不会想说再入一个200D 但是这一阵子我的M6外借了 就是借给我朋友了 G7XR也借出去了 等于说我没有一个副机位了 我试过用松下的GH5来作为副机位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佳能和松下的发色真的是差太多了 我需要花很多很多的后期的时间 去把两个视频的颜色调到一样的颜色 就让我觉得说非常的狂躁 因为真的有欠太多太多的视频了 能够省一点时间就省一点时间吧 我就想说那我再入一个佳能的机子做副机位吧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问我说这一台机子 我就想说那我还是买回来试看看吧 毕竟我没有上手过的机子 我真的是不敢随便的给人家意见 首先第一点我是觉得它的塑料感真的是 真的是比较重 它的做工来说也没有说像M6那么好 但是它也有一些可取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点它的菜单界面是有分两种的 一个是新手友好的界面 给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是调整这种界面 然后也可以调整出来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 佳能的单反的界面 还有一点呢 它其实已经配备了这种翻转屏 就是可以侧翻的翻转屏 同时它也配备了一个外接麦克风的接口 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家里录制视频 就是一台机样机架在那边 然后仅仅是在家里录制视频的话 这台机子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入门级的选择 因为它挺重规重矩 而且它也搭载了佳能的双像素对焦系统 对于人脸的追焦也是很棒的 至于说它和M6怎么选择 我觉得看你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已经有个小机器可以带出门录Vlog 剩下的机器你只是单单的想要说 在家里面录一个说话视频的话 这台机子和M6都可以就是都可以作为你的背省机器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带出门的话 我觉得这台我会带出门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因为第一个是它的拍照真的也是很一般 它的对焦系统是那种非常老旧的九点对焦 只有中间一个点是十字对焦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切换成LiveView博士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对焦系统 那你既然都已经切换成LiveView博士的话 你干嘛不买一台微单呢 而且它虽然很小巧 它是一台很小巧的单反 可是它真的也没有说M6那么小巧吧 如果说你是只是想要一个屏幕向外翻转的 那完全可以选择新出的M50 所以这台机子我觉得是一个重规重矩的机器吧 如果你很想要一个小小的单反机 然后你是可以选择它 而且EF镜头群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大的 有很多便宜好看的镜头可以让你选择 但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一台机子 你又可以带出门 然后又可以在家里录视频的话 又想要轻巧 我觉得这台机子还是 就是没那么好吧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意见 就是仅供参考 那除了这个相机的镜头以外呢 还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智云的Smooth 4 这个三轴稳定器 这个稳定器呢 是智云爸爸寄给我的 因为之前我用Smooth Q 和手机拍过一个视频 引起了爸爸的注意 他们就寄了这一台给我让我体验体验 这一个稳定器我本来是带去了纽约 想要去纽约拍一点东西给大家看 奈何纽约的天气真的太糟糕了 就是最后也没有来得及用这台来拍 所以我应该是下一周会拿它 在西亚都拍一些东西 这里呢也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大家是想看 像上一次用Smooth Q和手机拍出来的 这样子一个就是有点像旅行的小短片 还是说你们更想听我讲说怎么样用它和手机拍出一些能够媲美大片的感觉的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它 比如说用什么样的手机的软件可以辅助的更好的拍摄 有什么样的取景构图更好的让你的影片看起来更加有质感 就麻烦大家告诉我你们更想看哪一类型的分享弹幕和留言告诉我我会去看的 这样子的话我才能更好的给大家出影片嘛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或者投音币哦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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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